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竞争加剧,突破历史记录,迫使众多考生寻求宇宙尽头的编制。 今年,近300万人争夺一个国家公务员岗位,这一数字令人咋舌。 竞争激烈的背后,是不同地区的竞争态势和年轻人对稳定性的渴望。 不同地区的报名情况显示,东部地区虽然仍然吸引考生,但竞争热度有所下降,而中西部地区的竞争愈发激烈。 此外,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高学历者也寻求公务员职位,以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本。 对于年轻人来说,公务员职业不仅代表着相对稳定的职业生涯,还承载着社会价值的追求。 然而,这一竞争激烈的现象,也引发了对公务员招入制度和社会背景的讨论。 从区域格局看,今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呈现出东部理性、中西部激烈的竞争态势。 虽然东部地区仍吸引考生,但竞争热度相对较低。 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强省市的平均竞争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广东省,报名人数超过20万,领先于其他地区,而北京市和河南省分裂第二和第三。 然而,长三角地区的国考报名相对冷淡,上海市的报考当地职位人数不如中部省份。 这一现象反映出不同地区的整体竞争热度,尤其是平均竞争比高于去年,达到全国平均的72人竞争一个国家公务员职位。 竞争激烈的现象,也受报考门槛和地区收入水平的影响。 东部地区的门槛通常较高,限制了报名人数,而高收入地区的公务员待遇倒挂,一些考生更倾向于省级考试。 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人才需求也是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差异的原因之一, 这一现象既反映了公务员招录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也暴露了不同地区的人才流动和配置问题。 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竞争不仅取决于地区,还受到稳定性的追求的影响。 近年来,不断增加的报名人数和更激烈的暴露比, 意味着考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以获得国家公务员岗位。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公务员仍然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公众认可度。 他们被认为是国家和社会的精英,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民生扶植等重要职责。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选择考工考编是出于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和实现。 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家族阶级的整体跃升。 然而,稳定性不是所有人都能轻松获得的。 公务员考试本身就是一场激烈的竞争,考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成功获得国家公务员职位。 同时,年轻人还需要面对不断增加的高学历竞争,高学历者越来越多地竞争国家公务员职位,这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激烈的程度。 虽然公务员职业仍然具有吸引力,但也需要考生具备出色的能力和毅力,才能成功上岸。 公务员职业不仅是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还承载着社会价值的追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考卷,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以及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的复杂考虑。 近年来,中国的就业市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影响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和就业压力增大,许多年轻人对市场就业失去了信心和安全感,转而寻求体制内的工作。 公务员职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不易受外部环境波动影响的职业,逐渐成为年轻人的热门选择。 对于许多体制外打工人来说,他们面临企业经营风险,市场竞争压力,行业变革冲击等多重不确定因素,随时可能失去工作或者收入下降。 而公务员作为体制内人员,享有相对稳定的收入、福利和保障,不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这种稳定性成为了许多人追求的目标。 当今中国社会中,公务员职业不仅代表着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业生涯,还承载着社会价值的追求。 公务员被视为国家和社会的服务者,承担着管理国家事务,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民生扶植等重要职责。 他们有机会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社会问题解决,公共资源分配等重大事项,影响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 因此,很多年轻人选择考工考编,也是为了寻求一份稳定性,同时追求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梦想。 然而,这一趋势也引发了对公务员招录制度和社会背景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公务员招录制度应更加科学和公平,以确保每个有能力的年轻人都有机会进入公务员队伍。 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年轻人在职业选择上的复杂考虑。 在大环境巨变的当下,对于年轻人扎堆考工,还是要多一分理解,少一分苛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考卷,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价值观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年轻人在职业道路上的选择也反映了这一社会变化。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完善公务员招录制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年轻人选择考工,也是对自身能力和未来的一种选择,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需要努力和坚持,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